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当归补血汤 当归补血汤是李东元的方子 它代表了一种学术思想 方子很简单 就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 我们临床上 现在单用这两味药的很少 主要把它用到腹房里 这种用法就特别多 它治疗血虚发热 精确地讲是血虚阳浮发热 我们以前学过补中归气汤 是肝温除大热的代表方 那首先血虚为什么发热 血虚之后血不攒气 阳气浮月以表则发热了 这点理解了 还有一点疑惑的 既然血虚补血 为什么重用黄芪 重用黄芪 还说它是当归补血汤 补气为什么用黄芪 不用人身 这个方的病机是血虚阳浮 李东元在血虚阳浮当中 通过大剂量的黄芪补气 固涉浮阳 肝温除热 也是一种中意理论的发展创新 主症来讲 发热是它的一个主症 正向白虎 即类似于白虎汤症的四大症的意思 但两方症一虚一实 从口渴洗热饮 喝水量不多 可以和白虎汤的大可隐饮 可洗冷饮相区别 从麦相看 麦大 大暗制无力 和白虎汤的麦宏大有力 也可以区别 血虚发热的形成 一方面牢卷内伤 慢性消耗 这种无性消耗 可以引起阴血不足 一类急性大出血 如产后失血 当然也有月经过多这种情况 或者疮痒愈后 时间较长 浓水淋漓不断 引起阴血不足 可以导致气无所浮 阳气外跃 造成发热 所以这里多数伴有汗出 在阳气外浮 肌表失故以后 今夜外泄造成 这是血虚发热 脉红大 脉虚 暗制无力 产生的一个肌理 从病肌可以看出 发热是血虚以后 阴不为阳 阳无所浮 阳气浮月以体表造成的 就临床上对这个血虚发热的观察 体会很深 从我自己几十年用当归补血汤的经验看 有的真正像白虎汤的高热 有的并不一定是高热 这个方临床上用于治疗 疮痒愧后 久不愈合 很多是没有热的 但也是具有血虚阳浮不顾的特点 用这个方治疗发热 我们把它叫做肝温除大热 所以它也是肝温除大热一个代表方 我们再说血虚的机制 血虚到一定程度造成了 气血之间阴阳相互维系的关系的平衡被打破 造成血不载气 阳气浮月以体表形成一个发热 签出另外一个话题 在这里为什么重用黄旗 首先血虚症 它是需要补血的 如果重用当归 熟地 鹅胶 补血 我们容易理解 当归补血汤症 病机呢 它是血虚以后血不载气 我们在用当归补出阴血的同时 重用黄旗 故射浮阳 因为黄旗既能射血 也能生血 所以黄旗旗旗旗旗在这个方理的作用 它叫做补气升血 补气射血 因为它有出血 同时它是故射浮阳 所以要用它的故射力量 因此用量较大 如果用量小了 方旗旗的故射浮阳的力量就小了 就变成了气血双补之介 就像四五汤一样 我们讲药粒的分布 决定功能的方向 原方黄芹五倍当归 主要目的是固涉复养 同时还有溢气涉血这个作用 并不单是生血 后面要讲龟脾汤里的黄芹 那主要是补气 气血双补 补气生血 这两个作用重点不同 这是血虚症 为什么重用黄芹的意义 至于补气 在这个方 用黄芹不用人参 是因为黄芹固涉力量是很突出的 这里除了补气以外 需要固涉 所以就选用了黄芹 这个方在临床使用 治疗血虚阳浮发热 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种阳气外浮的发热病例 我有一病例 病人 新产后 高烧三天 体温39度到39度5 面色苍白 脉虚大无力 立即给当归补血兼佛 吃了药 吃了药 三小时以后 发热逐渐就开始退了下来 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体现这种血虚阳浮的发热 还是存在的 所以在临床上 产妇需要健康调理的话 我很喜欢用当归补血汤 加减饮用 因为产后失血 气时所在 气时所顾 大汗淋漓 此方补气固涉 意气生血 少煎活血去瘀 针对这种产后多虚多瘀的情况 再合适不过了 另外 当归补血汤 我经常用于肿瘤病人 无论手术前后 还是化疗治疗当中 病人往往表现出 极度十歪节状态 经常出现面色苍白 极度乏力 少气揽炎 脉虚无力 时有发烧 按血虚阳浮发热 治疗几乎都可以收到 预想的效果 这是当归补血汤的临床应用 它代表了一种理论 一种治法 我们是按一类方来学习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学习 另外一个补血方 龟脾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